小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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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嗨大家好 歡迎來到不專業機師小雨的頻道 我是小雨 感謝大家的支持 我們頻道終於在六月五號突破一萬訂閱啦 那既然是一個重要的里程碑 那今天這集呢 我們就來回顧一下這個走過一年半的頻道 也順便來跟大家聊聊 小雨快兩年的單車工作吧 2020年的9月 憑藉著大學時期對單車的熱情 加上對於大學念的科系並沒有太大的興趣 小雨正式踏入了單車業 第一份工作是在捷安特當門司人員 若對於門司祭司在幹嘛有興趣的朋友 也可以看看我們早期拍的這支影片喔 至於頻道成立的初衷 是遠於小雨對PART2秀車頻道的喜愛 想說也來拍拍看維修相關的影片 看看會不會有人想看 也可以造福廣大的車友 所以小雨單車頻道的初期 是以教學系列起家的 在店裡遇到客人常問的簡單維修問題時 就拍一集 讓客人以後遇到問題可以在家看我的影片解決 後來假日的時候 因為有時會負責帶店裡的約齊活動 所以也就有了約齊系列的誕生 其實我們頻道的第一支影片 就是約齊活動 看看這個陽春的字幕 還有不知道在講啥的尬片 真的是好懷念啊 還記得那時第一支影片 想稿跟剪輯都花了超久 不眠不休辛苦了一週 只有三天後的觀看只有20 其中大概還有10次 應該是當天約齊的車友點了 我猜很多人應該在這個第一支影片 就放棄了YouTuber這條路了吧 總之好險後來沒有放棄 雖然是月更 但在工作之餘還是有在慢慢想企劃 跟想要怎麼拍 我們第一次有較高觀看的影片 是在去年1月31號上傳的 組裝愛美之戀福車 也是我們的第四支影片 在前幾部大概都不到 100觀看次數的狀況下 這支居然在發布不到一個月時 就突破了1萬觀看 還有很多觀眾留言 雖然大部分都是問我多少錢 我覺得這個很有可能是YouTube的機制 讓創作者在第四、第五支影片 快要放棄的時候 就來個天降演算法讓你長點甜頭 讓你覺得好像可以再努力 這支影片至今仍是頻道中 觀看次數最高的影片 就算後期的影片製作質量 都要比這部來得好 但這就是演算法 即使在點閱率以及觀看 時常不高的狀況下 YouTuber還是選擇推爆了這支片 另外順帶一提 這支片也是小宇第一次使用 不專業技師小宇的這個名字 來聊一下為何會使用這個稱號吧 因為在車店工作的時候 總是以為自己灰一個東西了 但卻會發現同事 或是網路上有更好的做法 或是再看一次說明書 卻發現自己的認知是錯的 這個東西根本就不是這樣設計的 因此覺得要時刻提醒自己 不管在這個領域待了多久 這個東西秀了多少遍 都要保持那顆最初學習的心 因此不專業 小宇覺得是一種態度 時刻提醒自己 要持續虛心的學習 因為一定會有更好的做法 現在如果有時間的話 小宇都還是會把要組裝東西的說明書 再大概複習一下 也因為那支影片是小宇頻道的轉捩點 所以嗨大家好 歡迎來到不專業技師小宇的頻道 我是小宇 得這句話就用到了現在 好啦 總之在這支影片之後 開啟了近乎週更的日子 終於在去年上傳了第23支影片 修理老舊辯把的時候 突破了1000訂閱 以及4000小時觀看的營利門檻 這時店裡也開始有人認出 我是YouTuber 和來店裡 問我哪時候會有下支片 也因為有了這麼多份的期待 讓我們覺得出片 好像變成了一種責任 不能辜負了觀眾們的期盼 因此在經歷了店裡有較大變故 工作壓力變大的階段 還是持續利用空閒的時間寫稿 趕出一支支影片 再來聊一下比較少人看 但小宇卻在上面花了很多心力的烤漆系列吧 在去年10月的時候 小宇認識了一位小澤收藏家 而且是收藏復古小澤的這種 在幫他整理這些復古小澤的時候 發現車架的烤漆大部分都已經羞蝕剝落 客人是希望能一起處理翻新 但因為店裡沒有提供這樣的服務 剛好小宇對烤漆也是很有興趣 想說可以來玩玩看 就以無償的方式接下了這個工作了 結果陸續研究了近一個月 從借器材、布置空間、試做 到最後終於完成了成品 雖然成果還是差真的能收錢有段距離 但這個過程其實蠻有趣的 看到成品時也很感動 對我們來說也算是特別的經歷喔 不過樹葉有專攻 以後重新烤漆的這件事情 還是交給專業的來吧 在2021的最後一天 我們上傳了現在觀看次數第二名的影片 2022 TCR全系列介紹 其實這部應該算是最強的 讓所有觀眾停留的時數 遠超過艾梅茲那部影片 看來趁TCR的熱度有成功 也因為這部起碼有10個人打電話都店裡 要來找小宇買車 甚至還有從新竹說要殺過來 有線車直接簽的 但最後沒成交半台 又是另外一個故事了 也因為這部影片的成功 讓小宇更樂於分享對其他車的看法 雖然有很多觀眾敲碗想看其他品牌車款的介紹 不過小宇覺得最有趣的部分 還是與客人的互動 還有在第一線的觀察 所以目前跳槽到閃電 就會優先介紹閃電的車囉 然後在2022年的第一天 想說來救個答應店裡車友很久的元旦大三元 結果小林就摔車了 不過值得萬幸的是 人跟車都沒受啥大傷 人很快就恢復了 車也只要換個外態跟變速器速緩 就解決了 總之 2022年的懷孕 都用在這一天 真的是太好了 接下來在1月底的時候 發現自己的身體變得不太好 體重也來到了新高的97公斤 總覺得這一年為了工作跟拍片 就變得很少運動了 騎車大概也就是一週一次 理論真練車的自己 感覺已經是好久好久以前了 因此就寫了一個長期的企劃 甚至還拍了一部預告片 來逼自己一定要運動 沒想到136檢定預告 這支短短的片還蠻多人看的 原本還想說沒多少人看 就刪掉當作沒這回事就好了 看來演算法很不想讓我做這件事 總之在後來的2、3月 除了工作和拍片外 另外再逼自己擠出時間來練車 甚至還把乘風已久的登山車拿出來玩 還拍了影片 但後來136還是沒挑戰成功 沒能成功點加入四字頭的行列 不過這段時間 總覺得能找回認真練車跟健康的自己 還蠻棒的 這三月也去參加了以前大學 每年必去拿獎品的車展 在拍攝的時候 沒想到居然在車展 遇到好多大學社團的熟人 真的很高興看到大家 還對單車保有熱情 希望有機會 能再到台北跟大家一起騎車 真的很懷念大家一起早起 從學校衝去北宜刷海輪咖啡 再去新店吃早餐的日子 四月因為生涯規劃以及諸多因素 結束了在吉安特一年半的工作 換到了賣閃電為主的277自轉車去上班 去了台南以及高雄實習 接觸了好不一樣的世界 原來不同的店工作的型態 遇到的同事可人會有如此大的差異 總之很慶幸自己做了這個決定 讓原本已經停滯了視野 又有煥藍一新的感覺 在換了工作以後 也拍了一些閃電相關的主題 組裝很夯的柴猴阿雷Sbrit 車價貴到可以買國產車的Esos 以及Tarmac全車系介紹 憑藉著閃電的熱度 流量也是不錯 終於在2022年的6月5號的這天 突破了1萬訂閱 經過了一年半的努力 終於來到了這個關卡 這500多天以來真的是很辛苦 每個月我們花在製作影片的時間 都接近100小時 而就算是現在每個月13萬次觀看的流量 一個月所有影片的廣告費也才6000塊 離最低時薪好像還是差距不小 如果是工作YT這種血汗老闆 應該是早就辭職了 但因為有你們 那我們走到了今天 真的很謝謝那1萬多按下訂閱的你們 未來不知道這個頻道會走到哪裡 但希望不管是你還是我 都不要忘記那個曾經喜歡單車的自己 好啦給看到這邊的你拍拍手 如果有什麼想問團隊成員小雨小鈴賣相壽司的可以在影片的下方留言 我們有空再來拍一集1萬訂閱QA詳細回應 我是你的不專業技師小雨 希望你會喜歡今天的影片 那我們就下集再見啦 喜歡我的影片 請幫我按讚訂閱 並分享給你所有的車友 也要記得開啟小鈴鐺 才不會錯過最新的影片喔 如果有什麼喜歡看的主題 也歡迎留言給我們喔